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洪宽,今天是6月3号深夜啊,2021年 一转眼六四已经过去32年了,弹指一回间啊 我讲了这个有二三十年的这个六四的这个故事 每年都讲,每年都讲,今年我能讲点什么新鲜东西出来呢 这个是我思考,这几天一直在思考,我看有些人也在讲啊 我努力想找点新鲜的观点,很难 为什么呢?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这个历史观 就是我们理解的历史是错误的,我们的历史观不对 所以很难讲出一些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 今天讲的话,这个过两年拿出来还很新鲜,这就有问题了 你比如讲啊,我这个随机在这浏览,我就看图片啊 有人在这写了一篇文章说 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有机会和邓小平摊牌吗? 这是中,还上中下啊 好像是作者叫魏普,我不知道这魏普是谁的笔名啊 这个题目就不对,这个题目是错的,知道吧 这个题目一看这个作者的思考问题,就是没有说他点上 赵紫阳在1989年和邓小平的关系不应该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他俩没有任何,没有任何条件变成对立的关系 他是一伙的吧 邓小平跟赵紫阳,乔石,什么万里,什么鸡巴毛这些东西 李鹏,什么他妈的胡启力 这个小木匠叫什么的,这姓李的 后来在天津来的那个,李瑞华 都他妈是一伙的 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 绝大多数人都当了缩头乌龟 都不愿意,都他妈抽出缩头的,都抽到后边 那么赵紫阳呢是一个说错了一句话 导致六四朝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在发展 英语当中有一个词叫the point of no return 一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中总有一个点 过了这个点就是质的变化 在这个点之前一切可能性都存在 这一点叫做the point of no return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好啊 咱们汉语当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 特别这个通俗的一个词 叫转折点上,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就是在转折点上 在六四这件事,1989年这件事 从一个全国人民都认可的一个伟大的爱国运动 而且全民参与 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都出来参与 人民日报打着牌子去上街自治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中学生 都支持的一件特别好的一个事 国家眼看着就要踏上文明的一个台阶 就走上西式的民主吧 就摆脱共产党的那个老的办法 那个苏联的模式 国家就已经看到希望的 在这个时候光机一下 赵紫阳说了一句话 在1989年5月16号的下午 赵紫阳跟这个哥尔巴乔谈话的时候 说了一句大实话 他没说错话 他那个话是就其字面意义是对的 也没有撒谎,也是真实的 这个李鹏的日记也承认 赵紫阳讲的是对的 党内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 重大事情是 是要这个 这个 邓晓平同志来拍板 这个事 他说出来了 错在哪里呢 错在时机不对 同样一句话 在不同的场合说 不同的时间点上说 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道理都不需要再进一步解释了吧 赵紫阳就犯错就犯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说这个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 1989年5月16号那一天 苏联戈尔巴乔夫 总书记来访问中国 要给中国的党的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主要是跟党的领导人 那党的领导人表面上是赵紫阳 就赵紫阳最后一定要跟他拍个照 叫photo up 向全国人民拍个照 直播一下 装电视台播一下 这个 那么 那拍板全不在赵紫阳 拍板全谁呢 邓晓平吧 这个 就是5月16号17号1818号或者19号 这三天吧 啊 基本上是171819 这三天 你们现在随便找出来 中共的一个党媒人民日报 科技日报 工人日报 国民日报 北京晚报 随便什么报纸 你拉出那三天来 有最自由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中央高层发生了分裂 媒体的老总没有得到明确的通知怎么办 还在斗争之中 那还在这个这个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很多人有各种猜测各种幻想 没有官方的权威的消息 有这么三天 这是 所以说这个工人日报啊 这各种报纸吧 中共的所有报纸都是中共 都是党媒姓党嘛 这个这个媒体都属于党嘛 党媒姓党嘛 那么背后真正的原因 你可以读了这本书才知道 我没在任何一个其他书上 讲到1989年5月16号的上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的事大家就知道 就这么说啊 就是邓小平接见了戈巴乔夫 他们有一番谈话 这个谈话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那个谈话 基本上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奠定在毛泽东之上 他讲的话绝对高无见领 我原来不知道 我三十多年以来 我不知道邓小平那天上午跟戈巴乔夫到底讲了什么 有什么重要意义 他的历史地位是什么 有没有影响 不知道 全国人民应该是没有一个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都不报道吧 邓小平跟戈巴乔夫那个谈话 没有直播 大概就是简单的报了一下 有这个事 新闻一两百个字报一下 但是具体谈了什么 没有 以及这个事 邓小平操纵了好长时间 操纵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邓小平把这个事看得非常重要 回头一看也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这个党 摆正这个关系 以及这两个党领导的后面的两个这些屁民们 怎么打交道 是两个党的最高六等 打开这个心扉说了心里话 邓小平就讲 这个是这个书里有 这个邓小平这个传记里有 我不知道国内翻的时候 有没有给他们给删掉 我原我读的是原文 原文里是有的 邓小平说 说我们过去两党的关系呢 搞得很僵 主要是毛毛泽东搞的 很无聊很无聊 没意思 就大概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邓小平的原话 他这个四传人讲话 他没文化吧 我不知道他怎么原话怎么讲 就是没意思都是空炮 都是他把打嘴炮 没意思 对两国人民都没好处 对我们两党也没好处 他这么一说的话呢 那个哥们小朋友 他邪耳公听啊 中国同志能讲出这么高无见领的话来啊 这么接近实质 不简单 因为在中国 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眼里 中国这些人就是一些流氓 就是小农 就是他妈的农村出来的二 就是二赖子 就是他妈像郭文贵这种人 像你妈的盲丝照眼 像你妈的非洲元 这上海这个女流氓 老丸子 这种狗糙的 就是他骗子 说话不算数 一转身自己说的话 就他妈的不承认啊 就耍赖 叫他老丸子自己他妈的在推特首页 做了好长时间的广告 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他现在一转身不承认了 你李无关说我啊 你造谣 你截屏拿出来 谁你妈的有这个兴趣给你截屏啊 我是你秘书啊 你妈的就是一个毫无戏意 毫无他妈的这样 就是在历代苏联领导人的眼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就是他这个儿子 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亲儿子 中国国民党是苏联的单儿子 这俩儿子他妈的为苏联利益 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活 跟日本人打仗 把这个国家彻底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还他妈的执行苏联体制 共产党领导啊 这是从苏联学来的 非常荒谬啊 结果后来是在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期 从57年58年 人家就看见毛泽东 你们这些狗糙的 他们瞎起一番搞吧 搞你妈的什么人命故事啊 我们苏联历史上搞个人命故事 失败的一塌糊涂 因为他妈的胡搞 老大哥批心领两句 你还不高兴 老毛他妈的非常不高兴 老毛啊 这个斯大林死了之后 老毛对苏联领导人意见大了 对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 赫鲁晓夫 老有意见啊 卧槽 人家苏联后来觉得你们 你们是中国人 他们是疯子 这个 这个 说纠纷也好 说误解 我认为不是误解 我认为苏联领导人 对中国最高领导人 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定性 定的非常准 中国人当中有一些 有思考能力的人 也知道毛泽东是个疯子 但是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人民的思想 表达不出来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让你表达出来 说毛泽东是一个疯子 毛泽东 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他妈的疯子之国 瞎你妈的几把狗 那么到了1989年5月16号这一天 戈尔巴乔夫到了北京 上午啊聆听了邓小平这一番讲话 啊豁然开朗 这他妈正常人啊 你他妈邓小平你是正常人啊 正常人咱们可以正常打交道吧 所以说1989年5月16号上午那个讲话 非常满意 邓小平也觉得特别骄傲 说咱们跟苏联共产党这关系终于 这个这个话呀都说透了 哎都是说的就是敞开心扉说话 而且这个这个 呃哥尔巴乔夫听的非常认真 非常认同 啊这些话就好像是 老朋友见那终于说心里话了 这太好了 两党啊以后两党的关系那就好 啊这本来是老亲戚嘛 这就是等于是消除了这个这个啊 过去的这些误会完全消毁 完全消除过去的误会 恢复正常的 老亲戚这关系讲多深呢 哎非常好 这就是上午老邓已经做了这个事了 中国媒体没报道 广场上的学生不知道 全中国各级领导干部不知道 媒体当然不知道 他更不可能知道这事吧 是很小范围的这个什么 但是老邓能取的这个谈话效果呢 彻底折服戈尔巴乔夫 也是有这个大背景的吧 这个你想戈尔巴乔夫在 到了北京一刻 哇靠全国人民这么热情啊 全国人民这么尊重我啊 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呢 打出了口号 请戈尔巴乔夫到广场上走两步 给我们讲讲话 我们很敬佩你 你爸爸在中国跟你学习 改革的步子卖的再大一些 戈尔巴乔夫同志 你跟我去分享 跟同学们见个面 这个当然他知道啊 他这个消息传过去 你想他特工 能不知道这个事吗 所以他5月15号 到北京连夜召开会议 据说开到两点 在他大使馆里开会 要不要见学生 听取各种不同意 按说回头一看啊 应该见 戈尔巴乔夫如果真的说 提出来正式像邓耀廷 或者像这个赵紫阳提出来 要见学生的话 他们不会拒绝的 不会拒绝他 你去见 欢迎你去 当然了 中共可能会 按中共做事的方法 教育部啊 什么他妈的 这个统战部啊 国安部啊 他们会拉一个 伪学生代表 他不可能让戈尔巴乔 什么王丹柴林乌尔开西 他不可能让这些人 作为学生代表去见戈尔巴乔 他可能搞一些伪 就是学生汉奸 搞一些共产党的扶持的学生汉奸 作为代表 这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也很危险 为什么 是吧 苏联特股也不是吃干饭的呀 那克格勃 你这么忽悠克格勃 你忽悠CIA可能能够磨磨磨磨磨磨 你忽悠克格勃 克格勃是他把你老祖宗 陆虚作假的 你骗不过他吧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当然了 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有人 谁的想象力好 写一篇历史小说的话 可以写 写 哥尔巴乔夫提出来了 像邓小平提出来 像赵紫阳提出来 李鹏提出来 我请求你们给我安排一个时间 我跟学生 我很好奇啊 我听听学生对我们苏联有什么意见啊 对我们苏联改革有什么建议啊 有什么期望啊 我很想听 哥尔巴乔夫 我的判断 回头一看 我的判断 如果哥尔巴乔夫提出来 中共领导人不能拒绝 不可能拒绝 因为中共领导人非常高兴 非常自信 觉得我们跟苏联共产党终于和好了 非常好 这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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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党的这个敌对关系 维持了二三十年 让美国占了便宜 给我们两国造成巨大的浪费 这个 好不容易 这个是 好 学生们反应不懂事 谈吧 我先警告你啊 我们的学生可能不懂事 他要说的话冒犯你呢 你看到我面上 别往心里去啊 他们他妈就是学生吧 我们的学生 傻逼多 可以说这个话 作为大家长 这个说 但是这个呢 错过了 哥尔巴乔夫是个鸡贼 哥尔巴乔夫这个狗糙的啊 就是这点不及格 他连夜开会 克格伯 中国最后最后的决定是 不能见学生 不见 不见 为什么呢 说我们很珍惜 跟中国共产党这次和好的机会 如果我们贸然提出来 有可能会让 这个主人啊 让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感到为难 咱们还是不要提了 这个事毕竟很敏感 咱们共产党国家 人民想闹到这个程度上 共产党国家的大家长都是很厌恶的啊 都已经进入了敌对关系啊 共产党治理人民就是两个思维 你是朋友呢 还是敌人啊 你是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呢 还是敌我矛盾 哎 哥尔巴乔夫玩了一辈子政治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去看待学生 把学生看成阶级敌人 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他就是 这个哥尔巴乔夫啊 他不是一流的政治家 他距离一流的政治家一百分呢 我给他扣掉二十分 他是个八十分的政治家 所以他后来的失败也不可避免嘛 他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考虑太多了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到了历史最关键的时候 就好像去买股票 卧槽明天那个比特币又增一万点 我今天晚上只有一个小时做决定 我就买了 明天我赚了一万 走人了 有的绝大都是没有这个本事啊 我知道他们三个月之后 美国房地产要崩溃 那我现在就要准备储备金啊 我把钱放这儿 一旦看到房市崩溃 我在最低点 大量买进 我能不发财吧 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个眼 第一没这个眼光 第二没这个魄力 这个和受教育没有关系 这是性格决定的 高尔巴乔夫在这点上 跟赵紫阳有点类似 当然赵紫阳的问题比他还严重啊 赵紫阳是更 还达不到高尔巴乔夫的这个水平 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考虑的太多了 被各种不确定因素 被各种风险 吓破了胆 所以高尔巴乔夫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来 也没有向赵紫阳提出来 我想跟学生见个面 而当时 而当时广场上的学生 要求跟高尔巴乔夫非常尊敬的 非常礼貌的 非常客气的 非常带着那种崇拜 粉丝崇拜偶像的这种心情 请求和高尔巴乔夫见面 最终这个见面没有实现 没有完成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如果见面成功的话呢 我估计不会有后面的 这个派野战军屠杀平民 毕竟是这个老邓的会说 哎呦我操 咱们的年轻人 咱们的孙子辈都已经见了苏联总书记了 好歹像个人啊 他就不是简单的奴隶了 否则的话 在邓小平啊 他们的眼里啊 就是现在包括现在的习近平啊 什么对吧 包括这个慈禧太后 都是把这个人民群众 当成义和团 当成红语兵 当成郭腰粉 用过就废 就是你们 就是垃圾 你们就是如草芥 你们的生命跟他妈不值钱 你站着我的天门广场 老 老子不高兴 安排坦克给你赶走 就这样 不把人当成人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领导人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得让他们多看外国领导人怎么样尊重人民 那戈尔华乔夫本来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给我们中国人民利益工 给邓小平利益上一课 以这个戈尔华乔夫的个人修养 他见学生到一定会非常成功 那就是一个就是戈尔华乔夫 他以后再写自传的话 他得再加一张 我在广场见学生 就加这么一张 你知道吧 那个书的多卖好几 好几十万本 但是他没有这个 他就是错过了 他这个很少有人谈 从这个角度谈 那么 你试想一下 早晨见邓小平 中午到天文广场 跟同学一块吃个午餐 吃个三明治 或者吃我们苏联的 我们苏联送一千份 送一千份 我们苏联的民族特色食品 学生抽签 谁抽到 吃一份 大家一块坐着聊聊天 随便提问 你这张同学你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们苏联共产党 还坚持共产党领导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吹牛逼吧 对吧 可以 干嘛说绝对能做得很好 他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经验 他毕竟是走在改革的前列 而且他呢 见多识广 他这个访问的国家也多 见的国家的大的政治家见的也多 那个邓小平和赵子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 刚刚改革开放 那就是眼界还没打开 真的不知道 所以 第一个遗憾 就是戈尔巴乔夫见学生这个事情没有做成 中国人也有责任 中国的这个领导 你像阎明富这样的人 你像这个乔石 你像这个胡锡利 这些人都有条件给邓小平提这个建议 如果邓小平说 邓小平可以自己提出来 说 他说操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们要求什么 我进了最大努力 改革开放 啊 现在这个国家正在走上改革开放的这个这个康庄大道 你看这 就连我都烦啊 连我都烦 紫阳同志也都被他们下坡了 打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我们党的干部都他妈成了他妈的缩头乌龟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担责任 那杨秦仙是个例外啊 杨秦仙当然那个那个时候还没轮到杨秦仙 杨秦仙后来抗命是戒严之后 5月16号没有谈到戒严的问题 5月19号才决定 三天之后才决定戒严 邓小平实在没别的招了 只好戒严 那 所以在5月16号的时候呢 邓小平可以主动说啊 哥哥乔夫同志啊 我这个老了 我理解不了我们年轻人啊 他们既然愿意跟你见面 你去跟他们见见吧 你跟他们见面 我明天上午请你吃个早餐 咱再聊一聊 这么多好啊 总而言之这个事呢 没有办成功 结果就到了5月16号的下午 赵紫阳就这个 这个 不知道他这个脑筋搭错了 他非得说这个 呃 说这个邓小平最后拍板这个事 一 我我给大家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下 5月16号赵紫阳跟这个 哥哥乔夫这个谈话是怎么兴起的 怎么谈到这个话题的 一上来呢 哥哥乔夫非常客气 因为他跟邓小平上午这个谈话 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也就是说 让他对中国共产党 两党关系啊 过去的纠纷的认识 又上了一个台阶 啊 主要是邓小平的尺度讲话很大 讲的非常接近事实 就是毛泽东是他妈一个疯子 毛泽东批这哥鲁晓夫批你们苏联共产党 全是他们的口炮 全是空对空啊 啊 这我我这个词是根据啊 这本书里 傅高义先生 这个书里的 呃 英语理解了 我又重新给你们还原的 邓小平的原话我不知道啊 那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呃 邓小平在文革当中受打击 受毛泽东的迫害 你说他处的那个位置上到1989年 是让他评价毛泽东的文革 文革当中自己的孩子 从楼上给摔下来 摔了个全身瘫痪啊 这邓普方邓小平每天给他擦身子 啊他是个有父爱的人啊 每天给他擦身子给他端尿盆 啊老子伺候儿子 你想想邓小平讲到文革毛泽东的时候 他能没有感触吗 他能不讲点心底话吗 那今天这个习近平做不到这一点啊 1989年5月16号邓小平说了心里话 说你妈你文革就是瞎季巴乱搞 在这个地方我得加点爆点私料啊 就是我李文官有一个独家的一个观点 现在别人还不敢讲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把这些老干部全部都打倒 啊 把这个底层的这些傻兵 这些红卫兵 郭瑶腐红卫兵义和团 这些愚昧之徒全的激活了 让他们来执行有组织的暴力 啊什么叫文革文革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 谁组织的毛泽东组织的 中央文革具体执行的啊 干什么呢 暴力 打人啊 打死好几百万啊 抄家啊 你们家有四舅啊 你们家的那个那些老古董 全给你搬走 没收啊 啊 你们家有钱是吧 没收打死你批斗你 打死你 批斗完了之后打死你啊 这就叫文革 这叫有组织的暴力 这就是文革 啊 有人说文革是他妈的大民主 去你妈那个逼 民主啊 民主啊 他是和暴力 对立的 民主和暴力是一个啊 对立的关系 是一个反义词的关系 如果这个活动很多人参加 最后的结果是暴力解决 那就不叫民主了 那叫反民主 知道吗 所以说中国有很多脑残 包括从文革过来的人 有一个人说 凭着一知半解的认识啊 对文革下个定义说文革是大民主啊 这是扯淡啊 这个他不懂什么叫民主 民主是指大家按照规则和平的讨论啊 可以争论 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可以骂娘 都可以啊 只要大家能接受就可以 最后 少数尊重多数 多数人说了算 一单结果出来之后 就执行这个结果 这叫民主 杜绝暴力 不是说谁他妈拳头大啊 谁他妈手里拿着枪 谁说了算 不是正好相反 民主是排斥暴力的 民主是在非暴力的情况下 和平的理性的按照规则的解决问题 这就叫民主 所以你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文化大革命的话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衡量 文革都从来不是民主 他也不是大民主 他就是和民主是对立的 民主的反面 那当然一开始呢 那当然一开始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号 516通知 516通知里面倒是讲到了啊 要文斗不要武斗 如果说 在十年文革当中能够保持 能够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文革可以说 他是大民主 他是一种民主形式 因为没有武斗啊 可是后来很快 就中华儿女多其智 不爱红装爱武装了 那就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了 就是要武斗 这个就有的时候有些脑残啊 讲到还有些中共 因为这个中国宣传嘛 弄了很多五毛 这个小粉红这些傻逼张口就来 六四跟文革是一回事 邓小平之所以镇压六四 就是文革当中吃了苦 害怕文革再来 所以要镇压六四 操你妈 文革 文革是我刚才讲了 是他把有组织的暴力 六四或者说八九学运 是没有暴力的 学生一开始 就反复的在宣传 基本上1989年的学生 做到了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这是民主的要件啊 就是一种民主诉求 所以说1989年 你把它说成是真正的民主运动 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989年就是民主运动 当然这个民主运动 遭到了暴力镇压 遭到了野战部队的镇压 遭到了这个秋户算账 很多人坐牢 现在还听说还有坐牢的 由于六四受 因为六四受迫害的人 今天还在受迫害 这是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 这个流氓政权的本性决定的 但是1989年的学生的诉求 是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 就是民主的 就要求共产党改革 这一点学生始终没有突破 没有超越这个基本诉求 学生没有拿起枪来跟共产党拼 当然有些人也是从这个角度来 否定这些学生运动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咱今天就不谈了 既然是一条和平的运动 自己约的炮 咬着牙也得打完 最后没拿武装 这也是正确的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非议的 如果想搞武装 想跟共产党拼 拼武器 那得另搞一场吧 那个筹备工作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不能够要求一个 以和平理性非暴力 发起的一个运动 最后声势很大 深入人心了 你中间要求 要求他们再改变 改变这个思想 让学生抢坦克 抢机枪 然后就搞军事斗争 那扯淡 那也是不严肃的 有这样的五毛在讲这些东西 这不严肃 这个没道理 回过头来说 这个1989年5月16号 哥尔巴乔夫跟赵紫阳那里讲话 他俩一开始讲话呢 应该是说啊 进入实质性讲话 我不说这个寒暄了 那就略过了 进入实质性的这个 这个谈话呢 应该是哥尔巴乔夫先说的 小平同志真是一个伟人 小平同志一息话 盛读十年书 我哥尔巴乔夫读了好几十年书 我从来没有听上午啊 听小平同志讲话 那么畅快 我思路一下就清楚了 我对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这个苏联共产党 中共共产党 咱们中俄两国人民 到底应该怎么想 我一下就明白了 我豁然开朗 嗯 哥尔巴乔夫 应该是当着赵紫阳那面 先表扬了一通邓小平 这肯定是这样的啊 结果呢 赵紫阳啊 接了个话 接错了 接歪了 他其实要是打个哈哈就对了 如果赵紫阳真的是有思想的人 有 有一个plan 就是自己有一个计划 怎么干 下一步怎么干 他就不会被 哥尔巴乔夫把这个话给带着走了 他应该说 对呀 小平同志是我们德高望重 我们中国之所以有今天 没有小平同志 但是不可能是这么顺利的 当然小平同志年纪大了啊 如果他说的有一些地方 这个不周到 有得罪 请苏联同志呢 给我提出来 我给你再补充一下 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啊 表面上我说了算啊 小平同志这个他是个性情中人 他资格很老 我们都是不断的向他请教 他是有大智慧的人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我们党觉得啊 前途出现迷茫的时候 我一定会请 首先请教这个这个 邓小平同志 他是我们党的宝贵的资产 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 要比你们苏联共产党 好你们的老一辈都已经不在了 我们的老一辈 我们还有几个老宝贝 老嘎大还活着 还知道着我们共产党少犯错误 邓小平就是最优秀的代表 这全是虚的啊 这全是虚套子 全是好听的话 邓小平听了也高兴 哥尔巴小夫听了也觉得很高兴啊 而且还无形当中 把哥尔巴小夫稍微压那么一吐 就说我们共产党牛逼啊 我们共产党第一代闹革命的人 都有些人还健在啊 小平同志啊 陈云同志啊对吧 这个仙剑同志啊 建英同志都还在啊 他们都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资产啊 这个我们就是 我们就像宝贝一样供着他 我们党有问题就请教他们 你们你看看 你们苏联 你们苏联共产党就不行了吧 啊 你们就得你们自己调打凉了啊 这个对吧 这对你们的考验 相对来讲 我的身上担子啊 一百斤 你身上担子一百五十斤 你扛得住吗 这个就是半开玩笑 半真实全是虚耗子 假大空的那个吹牛逼的话 这事就过去了 然后讲咱们两党现在 真的是应该啊 和好如初了啊 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世界上多少年没打仗了啊 啊 我们中国有很多好东西要卖给你啊 我们中国 这个可以卖给你 那个可以卖给你 这个很好 哦 我们宝恩当年 当年啊 赫鲁小吴同志 大笔一会援助我们这么多好东西啊 我们没有机会回报 能不能给我们中国一个机会 帮你们在轻工业这方面啊 在人民群众的日用品上 在农产品上啊 帮你帮你苏联 让你们吃饱肚子 啊 同时我们有些东西呢 我也你们也做得很非常欲口 你们的高级军事科技啊 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我们他们就想跟你学买也行啊 咱俩党反正就是就是就是 真是亲兄弟了 就成了 这种话一说 大家多高兴啊 你说啊 结果赵子洋没那么说 赵子洋说了一透 他说了一透 他说了一透 给天安门广场学生挑不离间 让天安门学生 呃这个 带歪楼的那么一段话 大家我就不重复了 赵子洋说了什么 我就不重复了 呃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反正 说完之后小平一听火了 你这是干嘛呀你啊 你处理不了问题 你他妈让我来帮你处理学 学运的问题啊 学运问题我他妈也处理不了 我他妈84岁了 我84岁了我还能管这么具体的事啊 你管你撂条子不行 嗯 老头这个革命一辈子 这种人他这个第一心肠非常狠 第二 他那个位置也不是很稳定 啊 虽然说他在戈尔巴乔夫面前 哎 坎坎而谈啊 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的敬佩 给公给中国共产党增得了一些面子啊 但是啊 毕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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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心里也是有 有愧啊 啊 因为在毛泽东 他这个 从50年代以来吧 他 呃 伴随毛泽东 作恶很多 哎 这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 真正手上沾着鲜血的也是邓小平 反右运动就是他带他他带头搞的吧 四青他也干过啊 他们镇压反革命三番五番 都是小平在前线帮毛主席干脏活的啊 所以这个你说他特别坦荡 他有我李文宽的10%的坦荡就不错了 我李文宽百不百的坦荡他只有10% 他不一样吗 我手上没有人民的鲜血吧 所以呢 这种人心里啊 到了老年之后也是容易变态 也是容易猜忌 呃 所以基本上赵紫阳就把 邓小平给得罪了 呃 至于他为什么得罪邓小平说那个话 呃 其实现在还是个谜 姚建福先生在赵紫阳死之前问过他 说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说那句话呢 你随便讲什么话都行啊对吧 你为什么说那个话 你非要 你难道不懂那样会得罪邓小平吗 赵紫阳啊 赵紫阳 背过去啊 这个对着窗户 他都不敢 他的眼睛不敢直视姚建福先生 然后过了咱们两三分钟他回过头来他说呀 他说哎 哎 哎 这个 时也命也 啊 运也 这就是孔子的一个著名的感叹 很多事啊 回头一看自己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啊 往往是做错了惹了一个大祸之后 自己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那就说只能是感叹命运之不可捉摸 那就是赵紫阳临死之前啊 通过姚建福释放出了一个一个真实的一个情感 我相信是真实的啊 姚建福灰尘灰色的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上 转述了这个情景 嗯 在赵紫阳自己的书里面对这一点没有做 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这个反思 那他还是说我是一片好心啊 而且我说的是实话呀 啊 我本来是表扬你的 你理解错了 你也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啊 就是他这样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千古之迷了现在 啊 为什么赵紫阳自己会这么愚蠢 表现的情伤如此之低 啊 嗯 在 最关键的时候 在广场上的学生 渴望 中国最高领导人能给出一些正面回应的时候 没有人给出正面回应 政治局常委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吱声 我在这要补充一个历史事实了 国内人不知道的啊 1989年5月16号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注意啊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是一个人高巴乔夫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有俩 啊 一个是赵紫阳 明面上是赵紫阳 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邓小平 实际上是俩啊 一一一阳 小平为了实现这两个 呃 这两个这个会谈啊 呃 他是做了精心的 呃 布局 啊 其中有一个布局就是 呃 万里 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吧 万里破天荒的在访问美洲 访问美国访问加拿大 这个书里讲 傅高义先生的书里讲说 万里访问美国 其实就是给美国来背书 就是就是见到美国总统 说句心里话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呢 跟苏联和好 我们和好 绝对不会侵犯到美国的利益 你美国人们可以放心 啊 绝对保证你们的利益 这你要不放心的话 呃 我就扣我人质都可以 哈哈 那里就这么个角色啊 人家美国人当然说 那个时候美国人觉得 哥们小平已经改革了嘛 哎所以这个来自苏联的这个威胁呢 呃 是可控可调 嗯可防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的严重了 就是这个整个 东西两大阵营在 这个关系啊在和缓 邓小平正是看到了这个大趋势 呃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所以邓小平是有大政治家的 眼光和智慧和胆略的 他做了这个事啊 是他力主要跟哥们乔夫来见面 因为他辈分高嘛 哥尔巴乔夫得到北京来 那来来来参拜他 呃一参拜 哥尔巴乔夫非常满意 哥尔巴乔夫给邓小平打100分 知道吧 呃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 当然了咱们中国人都不可能 认识了这个深度 只有中共最高级领导人 就政治局常委里面知道这个事的重要性 我相信呃政治局吧 政治局委员也都知道 啊但是他们不跟老百姓分享啊 当时我们在广场上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有这么重要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等于是邓小平向苏联领导人真诚的说了 我们共产党过去犯的错误都他们是老毛搞的 我都是从老毛迫害这么严重 我是我们现在都接受教训了 跟你真诚和好 啊 你们有好东西我们要学 我们也有些东西值得你参考 我也愿意帮你 这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谈话 这就不是他妈的毛泽东那个时候 酒瓶苏联共产党 不是那个时候了啊 完全不是啊 美国实际上 也认可了 有两件大事大家都知道发生过 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啊就是 所以说你的读夫高益这个邓小平传啊 一个就是万里访问 还得补充一下万里这个人也是个懦夫 万里也是个矮子 我说的矮子是人格的矮子 他是一个没有人格的人 没有任何担当 共产党里边的所有的干部一直到今天 全部都是没有担当的人 习近平曾经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苏联崩溃的时候 无有一个是男儿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单官的 政治局常委也好 政治局委员也好 无有一个是男儿 假如说明天共产党面临着崩溃 假如说明天共产党 要破产 要他妈的完蛋了 中国 爆发了 人民起义 已经攻陷了北京城 中共这些高级干部 无有一个是男儿 你记得吧 所以你不要害怕中共这些官 这些官都他妈的 心里明白的很 谁也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点在文革当中就是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是这样的 在文革之前 在大跃进 三面红旗 大链钢铁 饿死人 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的高级干部 都知道农村饿死了人 都知道 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为这个事 说句公道话的 像他妈的彭德怀这样的人 是少之又少 彭德怀曾经跟博一波是说嘛 说说给主席写封信吧 那咱俩一块 你也说个名 不是不是 咱们各写各的 你写你的 我写我的 都知道 都他妈装傻 1989年 中共的各级干部 都知道学生的要求是对的 学生的诉求是国家的发展方向 都知道 没有人敢站出来 包括军队的领导人 团级干部 师级干部 就看啊 他们就看不清这个方向 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呀 我是听李鹏的呀 还是听赵紫阳的呀 还是听乔石的呀 看不清楚 知道吧 这帮小子们都躲起来了 所以1989年 邓小平 处在那么个局面呢 他本来想指派谁去干什么 他指挥不动 都是他妈的 都一推265 都推 这个时候邓小平84岁一个老人 他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的人 他信得过的人 按照他的意思 给我办 你给我办了 学生要什么你给我处理就行了吧 我也不一定非得说把他们镇压了呀 而邓小平当时邓小平自认为历史地位即将奠定 注意啊他能够搞定毛泽东犯的错误 跟苏联恢复关系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啊 他的地位就比毛泽东高了 他基本上已经做成了 没想到被他妈赵紫阳一袭话 把他给惹怒了 这个老头就犯了魂了 所以就是导致 导致邓小平 那这个 只有邓小平自己下命令啊 别人谁谁敢下命令啊 宣布戒严 就是他用他的办法来解决吧 这个也是个悲剧 最后是一个悲剧的收场 损失极其惨重 我再说一下1989年的早春 还发生过两件事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发生 没有人敢点破 就是1989年春节前后 老布什 老布什 老布什来访问北京 来北京访问 啊 因为在辈分上来讲 老布什也是比邓小平年纪小吧 所以老布什得到北京来拜访 这个邓小平 他这个老布什也懂啊 老布什经常到高盛寒的烤夜店吃饭 我们经常聊到这个段 他特别懂中国文化 当然了 是美国人理解的那种中国文化啊 就是教科书读的中国文化 所以小平要跟他谈一谈 中苏两党要恢复关系这个事儿 所以这个老布什就去北京访问 呃 在这个事情前后啊 呃 那么 还发生过两件事 就两封公开信 当时啊 不知道谁给邓小平出了个主意 说你呀 你的国际形象 现在你要做国际伟人 你要做世纪伟人 你的地位比毛泽东要高 你要把自己的事处理了 该处理 有些事呢 污点把它处理掉 啊 然后你干成一个伪业 你就 地位就巩固了 其中有一件事呢 就是涉及到抓魏京生 涉及到这个民主强啊 抓魏京生啊 最后用这个泄露军事机密罪吧 啊 这个判了个15年 大家都知道那是政治迫害 是因为 魏京生在这个民主强贴过大字报啊 有些大字报呢 点了名的批了邓小平 导致他非常不高兴啊 那么这个事呢 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因为 国际上一直在宣传魏京生这个事 而且把那个第五个现代化呢 给他宣传成了 哎 就是魏京生是民主化的代表人物 你邓小平打击魏京生 就是打击民主化 你这个不对吗 这个这个你打击民主化怎么行啊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 也写着民主化啊 对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什么叫共和国啊 啊 这共和国他怎么管理啊 都是民主啊 宪政民主吧 你打击民主化的代表人物 魏京生 这是肯定不对的 你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后来呢 就借这个1989年是什么联合国宽容年 那他他他身边的人替他悄悄的做工作 就邓小平身边的人 就是有两只 一只找了方立之 让方立之出面写一封公开信 那就是呼吁邓小平啊 响应国际宽容年 释放魏京生 大社会精生啊 就是后来这个方立之这封信呢 写出来了 发表啊 为在这个外国媒体发表影响很大 把这个方立之的名气啊 一下又给啊 又给提上来了啊 方立之的名气在86年87年的时候 就已经 在我这个年代的啊 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当中 成为所谓四大精神导师啊 啊 当年有一个明报月刊杂志 曾经有一期的封面啊 就是中国青年的四大精神导师 应该是有这个方立之啊 应该是有这个这个温元凯 应该有是什么李泽厚啊 还是还是刘在富什么 好像就什么 有所谓有四个啊 有这么一说 我我亲眼见过那期杂志的封面 有方立之所以说87年方立之被撤职之后啊 啊 他当然是跟这个胡耀邦一块被打击之后啊 那么到了89年呢 实际上他就名气又起来了 注意啊 那个时候邓小平打击方立之 也只是象征性的打击 和今天习近平打击709的律师 那是不一样的啊 那个邓小平打了就相当于 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现在他妈的邓小平打这个709律师是往死里打啊 把他们刘晓波是他妈的 他妈的弄你癌症死啊 这他妈治死你弄死你啊 这不一样啊 这是这毕竟是这个老革命啊 他这个没把方立之这点威胁看那么重要 但是要压下去啊 但是不是说让你吃不上饭 不是说让你吃他们发霉的米 让你得肝癌死不是啊 其实方立之当时在社会上 还很活跃 我那个时候就在北京啊 在北在北一大当老师 所以还经常时不时代还能够 得到一些方立之的消息啊 方立之又到哪做啊 做这个小型的小规模的演讲啊 讲话的口气仍然是很很很重啊 所以到了1989年方立之得到了中共高层内部的信号 就发了这一封公开信 发了之后呢好像效果还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又方立之又出了一个事 就是这个老布什来访问的时候 来北京拜访邓小平的时候呢 方立之呢就是闹出一个事来 方立之非要参加老布什的那个宴会 这个中间闹了个误会 这个是美国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安排呢 略为有一些误会 导致呢老布什非常不高兴 老布什很不高兴啊 生气了 生气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因为方立之要去闯进去 说我得到邀请了 大使馆请我去参加布什总统的宴会 我去啊 你想中国国家年部那些家伙们 结极豆子为刚啊 还是宁左勿右啊 他说你方立之去不行 四伙不能去 你去的话我他妈要丢官的 我他妈要犯错误了 就把他抓起来了 就把他没让他去 没让他去 印象方立即通知外国媒体 我靠把他们的中国政府给臭骂一顿 把这个老布什非常不高兴 因为这个是老布什把他的老战友 就是那个文斯顿洛德 就是鲍白蚁的先生啊 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鲍白蚁的先生 叫文斯顿洛德 那也是个中国通 那个人跟老布什老战友 怎么讲呢 就是在1970年的197172年 中美开始解冻 开始到北京设立情报站 设立代办处啊 他们是一伙的 同事 而且这根这点 都是共和党里的青年才俊 而且都是共和党里的富家子弟 那门法子弟 很牛的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结果因为方理之闯这个大使馆 被这个中国国家部逮捕 引起国际巨大风险 这个国际巨大声浪啊 结果就导致他们老布什发火了 就逼着这个洛德辞职了 洛德从此之后跟这个党 跟这个共和党都闹翻了 洛德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 他就是 哇他妈做的都是对的 你凭什么斥责我 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就是因为你身边那两个 啊这个nsc的那两个advisor 是他把那两个傻逼啊 就是你老布什 偏听面 你就信你身边那两个国家安全顾问的 那两个那个毛氏 是跟你讲的 他把你禁得谗言 你都不 不找我 核对核对啊 我是你的老朋友 你他妈的还责怪我 啊 闹翻了 一直到老布什死 他俩的仇都没解开 以至于到什么呢 以至于这个洛德啊 这个共和党的老党员 啊这算是德高望重的人啊 到了克林顿时期 他都跨了党 他跑到克林顿的政府里面 当了一个小官 他就是他 他其实不差这个官啊 他家里有的是钱 他他也身体也不太好 就是出这口气 这老头 我都要的 你这共和党太他妈插进了啊 就是老布什的一只啊 我他妈就出不了这口气 我他妈应远到反正到民主党 到克林顿那去当一个官 我他妈出出这口气啊 这老先生特有意思啊 嗯 这是第一件事 当然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啊 老布什也去世了 这个方黎智先生也都去世了 洛德先生还还在 洛德先生身体也很 应该不太好了 很大年纪了啊 我去过他家 他家是楼上楼下 是可以坐电梯的 他就他这个 不是一层楼啊 他在马哈顿的这个豪华区里 他的大楼里面好几层楼都是他家的 方黎智是第一封信 所以方黎智那封信要求邓小平 大赦魏智生那个信效果不好 然后又有一第二封信 这就是陈军先生 陈军先生还现在还健在身体 还非常健康 他当时呢在北京开一个酒吧 他不知道是谁给他从中央高层得了内事 搞一个签名信啊 方黎智那封是一个人的 你你搞一帮文化人嘛 所以陈军找了一帮这个文化界的人士啊 三四十个吧 都是名人啊 说起来现在都是大名鼎鼎啊 有的也不一定都在了 有的可能就去世了啊 而陈军先生搞过这么一件事 搞完了就被国安部给盯上了 就把他驱逐出境了 当然他搞这个事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一二月份 那个时候八九六四还八字没一瓶的 至于说后来八九六四 学生学潮闹起来 是不是和这两封签名信有关系 国家安全部事后的内部报告当中说有关系 这就是邓安平讲的 国际大气候啊 这个国内小气候 早晚这场风波早晚要来 这是国家安全部误导老头说的这个话 这实际上是 咱们从这个稍微懂点历史事实的人 作为过来人都知道 其实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没有必然的关系 你这两封信固然是政治事件 这个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学生当中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哪知道是这种事啊 这都是事后大家才知道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原来国家安全部把这事都看得这么重啊 所以说1989年 学潮是不是因为陈军发动的呢 或者陈军签名信事件 挑起引发的呢 很难说 是不是方立之内封公开信导致的呢 很难说 在时间顺序上 他在前89六四在后 那逻辑关系实际上是应该是不存在的啊 老邓之所以这么干 就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 他个人的领悟力已经明白了 再继续关押 魏京生这样的政治犯没有意义了 我要做跨世纪的伟人 我要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No.1 超越老毛 我必须 在西方人的眼里 让人家看得起我这个小个子 我必须得让苏联共产党人 看着我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我是讲道理的中国人 不能让苏联人看毛泽东那样 觉得是中国领导人 都他妈是疯子 是神经病 老邓差一点就做成了 但是就是阴擦阳操 可能是咱们这个民族太他妈的被孕了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软淡 不敢去广场去见学生 就说在内心的深处 戈尔巴乔夫是不相信民主的 他不认同民主 像我领寬这样的认同民主的人 如果我是戈尔巴乔夫的话 我一定会去啊 我我甚至我他妈的 你中共领导人不让我去 我让我的司机开着车 哎你你到这个广场那个地方 你给我抛个毛 熄个火 我自己打开门 我就下去招招手 我我我我怎么着 我也得见一见 那 我为什么我干这么做呢 我相信民主 我相信 我是真正相信民主的人 戈尔巴乔夫在这脸上 不行 尤其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他没有争取 错过了以北京天文广场 学生见面的这个历史机缘 那个赵紫阳就更没有民主的素养了 他也不相信民主 而且最关键的时候 在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 他坏了邓小平的事啊 他把邓小平给惹毛了 行 谁给我打赏啊 打这么多啊 199 太多了 少打 少量多次啊 我看有什么尖锐问题 请大家提点尖锐问题啊 我所谓尖锐的问题 就是 就是一定要给盲三的这个菊花里边 塞点尖锐石油 这样的尖锐问题 Linda Linda打了赏啊 谢谢Linda女士 AA赵说 过腰他们在开腰会 哎呀 说到六四啊 最近这些年呢 由于亲身经历的六四的这些人呢 慢慢也老了 身体也不好了 也没有力气上游过跟你们讲讲真实的情况 很多人的认识能力多年以来也疲于奔命 在毛生也没有这个比较高的领悟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而中国共产党邪恶集团五毛小粉红 大外宣 源源不断的国家资源让他们造谣 哇 现在这些 这些傻逼年轻人就是他妈的就是 什么 什么他妈的莫名其妙的 反制的言论都敢讲 嗯 这个比较悲哀 如果说这么多年以来 尤其最近这五年以来吧 让我赶出最深的还是郭文贵 郭文贵一到海外自称是支持六四啊 卖了摩托车他妈的支持六四 哎他还想吃个六四人血馒头 谎称六四支持者 谎称六四受害者 骗取美国的政治庇护 这个我也很很愤怒啊 我之所以愤怒呢 导致我跟郭文贵这个翻脸啊 哎主要是还是这个事啊 就说我不能原谅 一个对六四没有任何参与 郭文贵这样的人 那不参与不是错也不是罪啊 因为你不处在那个位置嘛 啊这个 你谁处在那个八九六四的位置 是一种姻缘巧合啊 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 你不不在那个位置 你没有必要在2017年11月18号 在弗洛伊达的船上 咒骂六四 啊这是郭文贵他娘该操的原因 那必须得操郭文贵他娘 啊你他妈的吃着六四的人选馒头 你还在大发妖言惑众 你还说谁提六四谁犯罪 你什么是人吗你 而由于这个这个啊 这个腰腰呢 嗯把很多人都吓住了 哎过腰这么一叫嚷呢 啊其他平时捍卫六四人都不敢说话了 这个对我也蛮刺激的 还有什么尖锐问题吗 呃李贺东石猴啊 说赵紫阳大内总管抱同承认 赵紫阳和哥尔普乔夫讲话 是他给出的主意 不是评论一下 不是他出的主意 是他写的发言稿 有字面的 但他只想表达我党对小平同志的尊敬 没有倒邓小平的意思 这个没有说服力 而颜家祺的说法却是 总司令赵紫阳已经发出了信号 一生想见 我们该冲疯了 这真是黄将掉进裤裆里 不是死也是死了 抱同只能怨颜家祺给他坏事 怨不得邓小平 颜家祺的那个说法和理解 都是错误的 这个 还是政治学的学者不到家 没学好 赵紫阳那个演讲 是有演讲稿的 不是记忆 不是临时发挥啊 我刚才给你们做了一段演绎 那是临时发挥 不是 赵紫阳那个讲话是有演讲稿的 这个演讲稿是抱同写的 所以他是精心策划 要在这个时期讲 讲这个话 至于为什么抱同先生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 在他走之前说说心里话 向警发说 颜家祺是腐朽的老朽和胡平一样 永存不朽 怎么能这么说呢 家祺先生还是身体很健康 但是他的认识是错误的 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确实不正确 三尼尔说 郭腰拿六四当建国日 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非常可耻 郭腰申请政治避难 就是依靠这个伪造的六四履历 他打了无数场官司 都把这个假的履历写在法庭的这个文书当中 丁首道说 中共破坏异议人士本人跟他们的家人 为什么这些人不在国外也搞他们的子孙后代呢 你是说中国的异议人士在海外把中共的这个子弟迫害是吧 那就是武装斗争了 那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那就是共产党的做法了 问题是民主人士呢 都是文明人 不愿意用流氓的玩法 冯外斯特说 郭文贵这妖怪 口号总要比你喊的响 你们反党 我国要灭共 还见国 云见国 见你妈的云 追捧郭文贵 这货比共产党还邪恶 比共产党邪恶多了 共产党都容不下他吧 所以把他赶跑嘛 翠翠宽一说 港人纪念六四 可以多想办法 不让集会 大家可以放孔明灯 用氢气球挂LED灯 让那些黑警到天上去追吧 有道理 看客说 现在中共就是直接往死胡同里走 就是一党专政的弊端 过不了朝代更替的规律 注意啊 我今天讲的主题 其实花了大量的 这个口舌啊 讲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 在1989年5月16号上午的一番谈话 为中国共产党赃了面子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党眼里 就是狗屁不适吧 就是臭狗屎吧 真的是这样瞧不起啊 邓小平呢 做了这件事呢 赢得了苏共的重视 但是由于后续的发展 苏共也他们很快就完蛋了 苏联都垮台了 所以邓小平这个 所谓的历史功绩 化为乌有 无用功啊 无用功 太冤了 太你妈的悲剧了 今天同样啊 今天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在普京的眼里算个算什么呀 有地位吗 真的瞧不起 习近平还恬不知识的说 习近平见到普京 亲口跟普京说 有人说我 有人说我像你 笑死人 真的让人瞧不起 普京 说到习近平的事 都是用蔑 蔑式的口气 说话 大话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吗 当然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这三十多年以来 没有干出过一件漂亮的事 都是让人家瞧不起 华商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 在西伯利亚经商 都是被俄罗斯的警察敲杂 所惠的对象 为什么 你没有尊严 瞧不起你 一旦国际局势动荡 下一步马上就来了 很快就来 全世界各个国家 向中国索赔 这个新冠 新冠肺炎 索赔 俄罗斯第一个跑到前头给你要钱 一旦全世界各个国家 发动反华 排华的浪潮 俄罗斯绝对是跑到最前面的 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 在俄罗斯人的眼里 狗屁不是 不是文明人 你们就是达旦人 你们都 俄罗斯人管中国人叫达旦人 达旦 塔塔 叫塔塔 就是那个达旦人 你们他妈的野蛮人 邓小平在1980年 本来已经争取到了一个相对 就是后人评价说 相对比较平等的这么一个机遇 跟俄罗斯人 恢复有意 大家像朋友一样相处 也许30年下来 很多俄罗斯的姑娘 嫁给了中国小伙都有可能 现在不可能 现在少 大地全收 雪石说六四幕后是赵紫阳 宽叔以为 这是很浮浅的说法 这个是他妈的国家安全部栽赃赵紫阳的一种说法 没有道理 因为赵紫阳是个懦夫 因为赵紫阳是个懦 他性格当中有一些懦弱的地方 在1989年5月16号需要他挑担子的时候 他撂挑子了 邓阿平说他你撂挑子了 他本质上在关键时候是一个懦夫 他怎么能做黑手呢 国家安全部后来揣摩上议 是有一些内部报告 说无限赵紫阳 这个是冤枉的 赵紫阳也从来不承认 原X说你说错了 没说错 在俄语里面讲到中国人都是塔塔尔人 不是气单 气单是气单 塔塔尔是塔塔尔 潘驴邓说 当时的央视主管对邓小平很大意见 整个媒体系统都布满邓小平了 因为媒体人子弟都去天安门了 而且媒体人很了解当时邓小平系统的情况 所以才有杜 有杜菲杜县等人的黑衣播出 纠正一下 1989年6月4号那天晚上的新闻联播 是杜县 没错 不是薛飞 不是薛飞 你这个纠正过了 这个五六年以前就纠正过 不是薛飞 薛飞也被开除了 但是不是薛飞出的境 出境的那个人叫张鸿敏 是叫张鸿敏吧 央视的一个党支部书记 那个人后来一直做到退休挺好 他那天 他那天跟杜县两个人共同出境黑衣 都是性情中人吧 就是 表达了一种民间的情绪 当时的人民是向着学生的 这个呢也和这个央视系统倒没关系 呃 后来说呀 是爆童特别命令中央电视台 你把这个5月16号 紫阳和哥尔小夫见面呢 你给我反复播 循环播播了好几次 那个视频后来很少能找到原版了 那 大家可能觉得不好意思 以至于有些人都不承认了 那有 潘吕邓说 赵紫阳告诉人民 邓是决定者 邓是最后拍板人啊 当时新闻联播有意播出了这点 对 呃 当时是直播了 而且后来又反复播了好几次 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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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 好几次 没有86年的上海的合肥这些地方的学潮呢 就不可能有1987年1月份 这个方直志他们被整 刘宾院被整 胡耀邦被撤 那么没有胡耀邦被撤这个事呢 1989年胡耀邦心脏病发作死亡呢 就不会引起大学生如此大的反弹 这个是有逻辑关系的 我在中国两场学潮都亲自经历 在1986年上海闹学潮是我在上海 1989年北京闹学潮是我在北京 亲身经历 所以我讲的话比较准 再加上我时不时的喜欢到月球上看地球的事 讲的比较客观 当然咱不怕得罪人 行来再给盲三的菊花里边来点尖锐石油 咱们就结束了 艰苦积极 说赵紫阳既是不懦弱也不可能胜利 你这个就是太悲观了 如果赵紫阳真的是有那个雄才大略的话 他其实可以跟邓小平拿个保证书 老邓这事我知道很难 你也年纪大了84岁你放心吧 这事我要搞定 我绝对搞定你放心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你有什么特别的嘱咐吧 就很尊重老邓 老邓不一定非得说要做那个历史的罪人 实际上他有很大的倾向性 不想做这个历史的罪人 他想做一个历史的伟人 他想做中国共产党里面最伟大的那个人 他已经做了这个都已经决定了要放魏京生 知道吗 都已经亲自安排人让方立之出来写公开信 安排人把这个找人找到让这个陈军他们出来写公开信 给他写公开信 要求他响应国际宽容年 大赦魏京生 他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 而且派了万里去访问北美 这是像 搞定美国 别误会啊 我们跟苏联好 我们没问题 不会伤及你的利益 这个是大政治家的做派 一看就是大政治家的做派 就是功亏一况 就是在没想到赵紫阳在最关键的时候 把事给搞砸了 赵紫阳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认为啊 但这话很多人听不愿意听 行 我就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参与 来来来 把耗子的娘凑上去啊 来把一号的娘凑上去 给一号的娘凑个价权超标 把盲三 盲六 盲三的菊花 给他来点尖锐石油 给他那废州老园 这个狗糙的啊 别忘了那个上海那个烂女人啊 日本的那个上海那个骗子 骗婚的 在黄河边频道啊 骗婚骗捐 骗这个这个诈骗了 人他妈的摇杠 诈骗了他李志薇的那个啊 借人家的钱肉还 操 把他上床之后 动用光柜手法 拍了照举报 这个他妈烂女人 来给他们操上去 把赵大将军也别忘了啊 赵岩这个狗操的也是个乌龟王八蛋 三千个县委书记 你们应该怎么做啊 你们跟这些 我点名的就是跟他们反着做就行了 那些 常吃盲三死的那个 像你妈的孙丽 那东北烂女人孙丽啊 在英国的话 他他妈就是 就变成臭狗屎了 常吃盲三死 最后变成死 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见